特區和內地曾經反覆研究過不同的建議 而這些建議包括引用《基本法》第20條的建議 但是兩地留意到在香港社會上就《基本法》第20條是否適用 以及是否最好的方法是存在不同的意見 正如說明指出一地兩檢是實踐一國兩制中遇到新的情況 因此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完全是正常和可以理解 因此在經過全盤的考慮之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以批准決定的方式是更加適動 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的機關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 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述的處理方法的優點是在憲制基礎上 以更高的層次去處理問題 避免了應否授權或者《基本法》第20條的解釋等這些爭議 可以說是更加穩妥的方式去處理相關的問題 亦都是反映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是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 答案